三層樓建築物起火燃燒 直竄黑色濃煙 当时国道上车多 驾驶看见恐怖景象 拿手机拍下红色烈焰 火势不断满延 消防队货报不敢大意 出动好几辆水车 到现场拉水先灌旧 花费将近一个小时 才将火势彻底扑灭 原来这一栋在国道旁的建築物 是高工局的机房 附近居民听见爆裂声 才发觉着火了 下午五点多 苗栗投奋这个高工局的 交通控制机房 突然起火燃烧 过去是国道警察专用的 无线电基地台 因为有地理优势 现在则租给各家电信业者 作为机房使用 平常不会有人住手 才没人受伤 我是由外面的管道往顶楼窜烧 现场是高工局的机房 消防初步判断 火势是沿着外部电缆 由下往上延烧 是不是电线走火 火掉磕持续比情中 记者彭志明 韩志欣李云杰 苗栗报导